天龍國的公女 天龍國的公女 這次降落到了礁溪 這裡是災水溫泉 那其實這裡呢 之前我在網路上面呢 就有看過一些他們的評論 那就一直呢 就一直呢 就一直呢 就很想要看他們的溫泉 就有一天呢 就跟我的好姐妹聊到說 要來朝夕旅遊 那不知道要訂哪一間民宿 那他就說他有這裡的會員 那他想說那就不然提前送我生日禮物好了 他就幫我訂了這裡的山路套房這個房型 原本我要要求他想要訂那個最高級最頂級的那一間 可是呢就是 剛好沒有房間 今天就開車來到這裡 但是剛在找這裡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點點不太好找 就是跟導航有一點點差距 我就打電話到了這裡的服務台 問他要怎麼過來 他說可以告訴他車牌 然後會有服務人員指引我們過來停車 停好車之後呢 服務人員非常貼心的 就先幫我們把行李搬到我們的房間 那之後呢 再做這個check-in的動作 那check-in的時候呢 他們會附上一些小點心 然後跟飲料 那裡面的那個launch bar 也是24小時提供的 這裡真的就是有一種很chill的感覺 而且它是才會員制的 那就是我在網路上面看到就是 其實他用比較低的會員制呢 也可以住進這裡的比較 然後划算的套房 其實也是還蠻不錯的一個考量 其實也是還蠻不錯的一個考量 這就是我房間外的環境 這一棟 我是住在一樓啦 我住的房間呢 他有給我一個卡 就是你要逼進去 我是住比較後面的房間 有點期待 就是我住在一樓裡 好 他說我們住房的二樓也有免費的吧檯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這是我們住房的二樓要提供一些小餐點 在我身後就是免費的吧檯 然後跟吃飯的地方 好 我現在進來餐廳準備吃晚餐了 然後這餐廳的氛圍的感覺就有點像在吃那種西餐的感覺 那它的菜單上面有三樣主菜可以選 那我剛剛選的是牛排 然後點了五分鐘 我們等一下就來期待一下我的晚餐吧 他說麵包也可以沾那個餐前餐 我試一下 它的這個晚餐是採這種套餐式的 就是一道一道這樣慢慢上上來 這一道是西班牙火腿 這一道是湯 然後有這個風乾過的絲果 有帶一點那個蒜味 絲瓜的味道有淡淡的散發出來 說呢要先吃這個酸酸的開胃小餐 真的很酸 好 現在向主餐了 好 現在向主餐了 就是對我來說算偏多 這個甜點是巧克力 好啦 哇 終於吃完晚餐了 我現在超級沉 所以呢我現在呢要來散散步 然後等一下呢就回房呢去泡溫泉 去泡溫泉 好 它的那個大廳的地下室呢 還有一個兒童的遊戲區 還有健身房可以使用 好 它的那個大廳的地下室呢 這個 所以如果吃太飽的話 隔天也可以到健身房來運動一下 這裡是沐浴用品的一個販賣部 就是如果你們喜歡它的味道 也可以在這裡購買 大壯池的溫泉在我的後方 然後這邊也有免費的冰棒可以打 它還有附這個浴袍 它還有附這個面膜 哈囉早安 我現在已經起床了 但是時間也差不多中午了 那我等一下退房之後 要準備去吃他們的早餐 哈囉我從椒溪回來了 那現在我就要來做這次 淡水溫泉的一個旅遊心的分享 那我選的房型是 17000多的山路操房 我現在就來說出一個心中的感想 那當然我會覺得這個價格 確實是有點貴 它的價格已經相當於五星級飯店 甚至可能比一些飯店還要貴 那因為它是才會原製的 你一踏入淡水溫泉 你就會有一種尊榮感 那它想要提供給我們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讓我出乎意料的是 它有提供晚餐這個選項 以及24小時的吧檯 你肚子餓呢 可以隨時去拿零食 以及無限暢飲的感覺 10點過後呢 還有這個泡麵可以吃 那我就覺得它的想法非常的周到 就是以顧客為尊 顧客至上的感覺 那重點來了是 隔天的早餐 它居然是提供到下午一點 真的是讓我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睡到自然醒 然後退了房之後 再去吃早餐都不吃 那我覺得出遊對我來說呢 就是要選擇一間 讓你住得舒適 睡得安穩的一個飯店 那淡水溫泉呢 提供了這樣的服務品質 那我就覺得 這次到教系真的沒有採雷 然後做得非常的開心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一個新的分享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呢 也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